文山驱公所和礼办公处合作 在母亲节提供客家麻糊 输涯按摩推拿刀疗体验 让李林妈妈们享受服务 还有精彩的艺术舞蹈儿童国标舞表演 加上抽奖活动现场情分欢乐 首先要感谢我们承办单位 我们晚乡里体办这个母亲节的一个表演活动 非常有意 所以也要恭喜今天所有得奖的母亲 真的 刚刚那个赖伟也有讲 有妈妈是一个宝 所以说这边要感谢所有母亲 因为我知道很多在座都没有 因为虽然只有推荐所有位 但是在座还要很多的母亲 默默的为家庭还有为子女的付出 在这边要代表市长讲话案 感谢各位 另外这边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里长我们红木里长 对于这些寓教于乐 一些活动非常好的热心 尤其是对于妈妈非常敬重 刚刚也有讲 8月8号他也要办一个父亲节的表演活动 所以说在这边要感谢我们红木里长 另外因为市长 从12月25号上面以来 一直推动一些政策 在里长的 那个多处还有议员的多处之下 我们的敬老礼金已经恢复 已经恢复了1500块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的育儿期贴 以前的育儿期贴第一胎是2万 现在提升到4万 第二胎4万5 第三胎5万 希望鼓励大家可以多生育 还有多更五件 就是因为我们山区真的 有一些住宅真的非常老旧 希望可以透过多更五件 来整个市场来整个更新 所以说市长非常推出很多的政策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工作也在荒木市场三楼 举办模范母亲表演活动 献上诚挚祝福 让得奖母亲上场领礼品 子女孙儿来献花十分温馨 我是刘秀琴的孙女 我的外公在我妈妈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了 外婆她一个人安心如普的 把四个子女拉拔长大 然后四名子女 后来在公众上面也都十分的优秀 后来我们孙辈出生之后 外婆也一直的在照顾着我们 到现在外婆也是我们整个家族的核心 今天我妈妈她们也是特别从台中 就是特别上来一趟 就是为了帮我阿妈 就是祈祝这个魔幻母亲 你觉得我阿妈她真的是 对于魔幻母亲这个 这个奖夫实至名归 我们由衷的感谢我阿妈 然后也希望阿妈可以就是一直 健健康康的陪伴着我们 公所也借此炫导 市府最新生育奖励金加倍送 及催生助養 杜耕武健等新政 让与会民众更进一步了解 最新的人口政策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导